好想问问大家新鲜的蛋糕保存期限究竟可以有多长呢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越快吃越好 但是有网友发现到这么一家知名的蛋糕店 有这么一个KUSO的有效日期 这个有效日期写着2012 2月30号 听到这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这2月29号都是润年才有一次 四年才发生一次的情况 哪来的30号呢 网友因此笑着说 这可能是个永远不会过期的蛋糕 没想到拿回家看到保存期限 既然是到2012年2月30号 怎么越看越奇怪 拿出日历来对照看看 2月最多指到29号 哪来的30号呢 也让消费者KUSO 难道是不会过期的蛋糕 蛮夸张的啦 怎么讲 2月30号 2月不就是28天吗 我想一点失误应该还好吧 难免 店员一个一个打上日期标签 每天就要打上上千个 虽然民众反应不一 的纯属乌龙啦 祝你选圈圈尾熊 来先陪台北怎么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